政府說目前沒有計劃將香港電台私營化 但會繼續改善港台的管治和管理 確保全面履行港台約像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雖免回應議員質詢 對於港台近兩個年度有七個節目 被通訊局裁定投訴成立 相經局認同事件政策嚴重 已經嚴正要求港台作正面和負責任的回應 包括要全面檢討節目編輯和製作機制 確保同類的錯誤不會發生 檢討工作在去年的7月展開 專責小組會再向商經局提交報告 又說政府在2010年公佈港台約章 已經是清晰列明港台作為香港的公共廣播機構 需要達到的公共目的和使命 還有作為政府部門的職責